好 因為這個時間快到了 我跟各位說明喔 市長你有看過 你有看過嗎 你沒看過 是立法院的公報 跟我們的會議記錄 那立法院公報有畫了 這個 銀光碧畫了三個部分 就是顧委員力雄 的發言 這個把顧委員力雄的發言 標舉出來 其他就沒有在做任何的標記 然後第二份資料是 陳委員齊邁 在內政委員會的尋答 但是就是整個尋答的記錄 然後是將 喔 對不起是蔡委員 易渝的尋答 蔡委員我看成主席了 這個是針對蔡易渝委員 然後關於蔡適應委員 呃 呃 劉士方 主要是應該是劉士方委員 好 然後呢 還有顧力雄委員 還有油美女委員 還有蘇巧惠委員 還有 徐永明委員 的尋答的記錄 這是第二位 委員的尋答的記錄 然後 呃 李俊毅委員 然後是黃國昌委員 然後是黃國昌委員 陳其邁委員 呃 姚文志委員 趙天林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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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往下一份呢 湯 然後 張宏露 周春敏 蔡易渝 呃 呃 林常佐 顧力雄 黃國昌 黃國昌你出現第二次了 陳歐珀 徐永明 顧力雄 唉 然後 油美女 顧力雄 蔡易渝 好啦 後面這個段一看我就不要再唸了 那個 這個 市長你們很辛苦 你們整理了幾天把這些資料都找出來 但我的要求是這樣 我要要求知道說 符合你們所提的罪名 齁 就是你們的指控不要講罪名啦 齁 就是包括 這個叫做 我 新聞稿沒拿出來 沒帶啦 就是要求政府把人帶回來 這是第一個罪名 第二個罪名呢 叫做 呃 攻擊大陸 然後 呃 什麼 製造對立 類似這樣的 這是第二個罪名 第三個罪名呢 是 呃 質疑大陸的證據能力 一方面叫人帶回來 要證據要帶回來 一方面要質疑大陸的證據能力 然後還有一個是 叫做 操弄民粹 害慘台灣 這哪一些發言符合這些 請把它列出來 你們 我記得這樣你們寫 一 是 呃 不問青紅照白 二 是 叫做 呃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 質疑大陸的證據能力 三 是什麼什麼 然後你們在每一段 就寫 這是一 顧力熊 他對顧力熊特別認真 只有把顧力熊的把它標舉出來 其他就叫我們自己去認罪 這我們哪有辦法 我們 我也不耽誤今天我們開會時間 但是這個 這一份 請 市長帶回去 這個帶回去 照我的這個要求 我們明天還會開會 請你們同仁辛苦 去比對 把那個標出來 讓我們比較知道 好不好 不好意思 這個等一下請你們收回 好 那我們的這個 會議時間也快到 我在會議時間說明 我們上午 要請各位要提交的 這個專案報告 包括外交部 包括調查局 包括陸委會 包括法務部 要提交的專案報告 明天還是要記得 那我說明一下 我有去查證了 名字 那個叫做什麼 公安 不是啦 那個公 那個公 公處長 公彥平 跟他 在場 的人 每一位都問過了 就是他在講那個話的時候 每一位都問過了 然後通通跟我證實說 有 他有講那個話 也就是說公處長 跟我們台灣的官員說 在登機前20分鐘 法務部 其中有人是明白的指出 法務部的哪一位 其中有人是說他不確認 他不記得公處長講的是哪一位 但是每一位都說公處 他們有聽到公處長這樣講 接到法務部的電話 說要他們到現場去處理機場 那處理是什麼意思呢 就聽到的人解讀是這樣 因為那個時候公安部跟我們在搶這個人 因為公安因為他們發布紅色通緝令 所以公安部要把人帶回中國大陸 所以雙方是在搶人的狀態 所以聽到的人的解讀很清楚 公處長公彥平說 你們20分鐘前叫我 我們去處理 我們有我們的程序要走 我們怎麼有辦法去到現場 去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都聽到公彥平處長 告訴他們 就這個事件 在這一位先生馮某登機前20分鐘 公處長接到了法務部官員的電話 要求或者建議或者告知 他們可以到現場去處理這件事情 就是把人帶走 那這個公處長有沒有邪口噴人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就公處長講了這個話 這個不光是上午的這位歐陽先生 他沒有他聽到 還有在場其他的人都聽到 這位公處長 可是我們必須要還給調查局這位歐陽什麼 叫做歐陽什麼 警昌聽錯了 但是另外別人都說 有啊他們有聽到啊 我跟你說我每一位都查證過 我利用中午的時間 我本人跟他們問 或者是當面或者是電話 那所以這個事件就變成坦白講 不一定會那麼快就結束 如果說 確實我們當然沒有辦法去問這位公處長 但是這是一個邏輯上面 是串得起來的一個故事 也就是我們的外交部要把人帶走 我們的法務部發現沒有辦法還押 菲律賓的看守所 然後也沒有辦法限制 我們也 所以 這個法務秘書跟那個 這個叫做移民署的那個移民秘書 這兩位 是沒有請公駕 是用私駕 去陪他們飛回來 陪那個人飛回來 不得不這樣啊 他們沒有公駕 他們不是出差啊 然後位子也不坐在一起 就讓那個為了形式上能夠滿足啊 就只好這樣回來了 那所以道理上面呢 法務部去打電話通知 大陸的中國的公安 來把人帶走 邏輯上是講得通的 因為法務部覺得說 這個人應該要被辦 結果檢察官看不能打擊犯罪 我們就通知對方把人帶走了 這我這樣講有點快啦 但是聽起來這個故事這樣 推演似乎是有他的道理 然後呢我要再跟市長請 市長必須要去了解 你們2月16號開這個會的結果是什麼 你們2月16號開這個會 我早上的那個解釋 包括國兩師的代副師長 都沒有辦法 他只是要補充 但是我那樣的解釋 他沒有辦法否認 就是效果上過去 我們的外交部遇到這樣的案子 都會先去搶人 我們先要把這個人 不能讓人家帶走 而且如果開始執行的話 你就會發現一個狀況 就是我們的外交部 或我們的司法警察機關 知道說我們有人被羈押了 或者被抓了 我們不能先去要人 我們必須要回報給法務部 然後法務部再看這個個案來開會 召集入委會 外交部等等相關機關來開會 決定你要不要去要人 那時候人已經被人家帶走 結果會變這樣 所以外交部為什麼說 要對外管跟國人做教育 是說那我們外管怎麼辦 我們遇到這樣的狀況 我們不能動作 我一個動作 要等你法務部開會啊 這個結論 所以你看這個問題 嚴重不嚴重 這個效果是你們法務部 一個國兩司的司長 開了一個會 做了一個會議結論 就要達到這個效果 這個恐怕不是這樣吧 你這個道理上我坦白說 這都不是行政院的程式 可以做決定的 這牽涉到兩岸啊 當然我不曉得他是不是 總統府下令要他們去做成這個結論 這個我不知道啦 你也不是總統府啊 你怎麼替他們說是 所以狀況會變這樣啊 所以你無無無的記錄 看起來 言辭比較和緩 但是意思很清楚 就不是不贊成 那這個不贊成的理由 就是他實務上會變成這樣 我們處理法的案件 他是因為紅色通緝令 黃國昌如果到馬來西亞 他要發布紅色通緝令 就是說你這個黃國昌你是叛國賊 對不對 你違反這個反分裂法 然後被馬來西亞扣押假設 欸 我們外交部不能去搶人 我們要回報法務部 法務部要開會 你覺得我們不要講黃國昌啦 這樣講都太政治化了 就任何一個我們的國人 這樣子 你對外交部 今天你如果是外管你怎麼辦 對不對 來 黃國昌你要講話你就拿著無限外公分獎 請說 沒有我非常贊成喔 就是趙偉今天做了這個決定啊 我一開始 在追這件事情的時候 追得非常非常辛苦 但是這件事情太重要了 我們一個政府的部門 對外竟然有不一樣的聲音 彼此在扯後腿 我一開始都講得比較委婉 但是我要分非常多次的質詢 這個過程當中 我把每一次我在委員會 個別問題的尋答跟實際的答覆 我把逐字稿全部都做出來 當我看完我從上禮拜到這個禮拜的逐字稿 我有太多的問題 要我就只能問到那個段落 我上一次請教羅盈雪部長的時候 我問的是說 請問你是不是 今天法務部自己提出來的書面是什麼 不是12號就知道了嗎 為什麼 之前一直說當天才知道 我前面還有 更早之前的質詢 我問題邏輯都非常非常一貫 剛剛段委員提的那個問題 我說我知道 不是我的答案 是羅部長的答案 是羅部長的答案 我第一次詢問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說誰決定開這個會 羅盈雪部長的答案是 事實上就是因為那件事情 對我知道 對我知道 我現在是說誰決定要開這個會 這是我的問題 羅盈雪部長說 是上面指示我們各部會要協商 我就繼續問上面指的是誰 羅盈雪部長的答案 總統 總統指示你們各部會要協商 那針對這件事情 你什麼時候請示總統 就是我們接到通知當天 結果是因為他上了飛機前三個小時 因為我們請示院長 毛院長要我請示總統 我就去請示 我就繼續問 在他上飛機三個小時前 然後你請示的院長 院長要你請示 院長要你請示總統 請問你什麼時候打電話要請示 的問題是什麼 他說 就是說這個事情要怎麼處理 比較妥當 我就問他說 那你們那個時候法務部的態度是什麼 羅盈雪部長說 覺得要深入了解 比較慎重比較好 我繼續問 你們有沒有跟陸委會或外交部的人討論過 羅盈雪的答案是 當時來不及討論 就是總統指示之後 我們想要召集會議人 已經上飛機 所以來不及 所以才後來 我現在最大的一個問題是 你們如果 在前兩天 就已經收到了這個通知 為什麼會到2月14號中午的時候 才急急忙忙 中間這段時間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真的跟陸委會跟外交部 沒有聯繫過嗎 法務部在這個過程當中 所採取的立場 真的對陸委會跟外交部 在開這個會之前 那一天的處理上 沒有造成困擾嗎 我們今天還是 只有針對法務部的人問喔 其他部會的人 我還沒有拜託 招委說 一起 全部都找來 知道這整件事情 經過的人 我們今天是 只有針對2月16號 還原了那天會議的實況 那一天歐陽敏昌 明明就已經在2月16號的會議 把這件事情講出來了 我們前面在質詢問的時候 2月16號 大家全部都在迴避 全部都在閃 這一個最關鍵的問題 就是2月16號那天 到底談了什麼 講了什麼 今天 人 終於請來的時候 法務部一開始 那天會議的簽到單 只給了兩頁 剛好缺第二頁 為什麼剛好缺第二頁 是因為最重要的人 都在第二頁上嗎 法務部現在推說是疏失 對不起我很難想像 這個是疏失喔 等到今天大家開始問說 很奇怪啊 這第一頁第二頁都沒有你們幾個人的簽名 那你們都說你們有去開會 那你們那天到底是有簽還是沒有簽 每一個在上面說的 支支烏烏的 那個逐字稿也整理出來了 我們下一次開會的時候可以繼續對 那被人家說我們跟他串政 所以我們那天沒有去 之前都沒有不敢跟他做聯繫 那事實上他之前早就已經知道 要不然他尋答不會講出那樣子的話出來 法務部跟我們其他政府的部門不一樣 裡面全部都是法律人 我今天最痛心的事情是法律人會做這種事情出來 這個過程當中我知道的資訊 我一定會配合貴委員會的調查 全程參與 直到把這件事情弄得水落石出為止 謝謝 那我們反正社長回去把話帶到 希望這個法務部包括調查局 調查局做什麼報告裡面法務部不要去干預啊 好 那麼這個陸委會外交部也都有人在現場 都把話帶到明天送來的報告誤盡詳實 然後我們會繼續的來追查這件事情 好 我們今天跟各位做這個宣告 我們公職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一條通過 第九條通過 第十條修正通過 第十一條十二條通過 第十三條十四條修正通過 第十五條以下令定期繼續討論散會 謝謝各位